1996年11月21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士之初 近四年来 中美关系走过一些弯路 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总的来说还是向前发展的 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双方高层接触增多 达成了一些共识 只要两国领导人真正从战略高度上来处理中美关系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增加信任 减少麻烦 发展合作 不搞对抗 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1972年11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衙麦加建立外交关系